其實我們都希望大家 讓萬華回到一個正常的狀態 讓大家知道萬華其實非常安全 也希望大家能夠多多來萬華 本土疫情不斷升溫 台北市副市長黃珊珊 重回萬華去年疫情災區 同時市府鼓勵65歲以上長者 寄出本月10號前打苗 送禮券卻出現這種狀況 昨天9點開放之後 他們就上去系統 然後就發現到說 機長一發是2號到10號才有補助 可是系統上面 看到都是10幾號的日期 民眾懷疑自己被騙了 北市4月1號宣布 涉及北市的長者 4月10號前打任一劑疫苗 除了中央500元獎勵 北市府再加碼500元禮券 只是廉價剛過完 這兩天預約系統 疫苗施打都已經排在10號後 市民抱怨這禮券 根本是看得到拿不到 時間是完全戳開了 那台北市現在又沒有在競爭 其他的最大貨的快打散 所以到層級的民眾看得到吃不到 除了北市打苗獎勵引發爭議 市議員更痛批 北市篩檢量能也是無法因應 當民眾真的有疑慮的時候 你這些檢測站只限早上 甚至於民額有限制的情況下 重視這個問題 而不要一味的只有政治口水的柯文哲 北市搜狗爆發群聚確診 北市發送七萬則細胞檢訊 但公費PCR一天只有1260人 議員轟市府態度消極 副市長黃珊珊把球丟給中央 五號臉書發文 五問中央邊境管制 接下來怎麼管 還有輕症在家的隔離配套 輕症患者有沒有後遺症 12歲以下不能打疫苗 又要如何跟中央正常生活的抗疫呢 國民黨有意角逐 北市長選戰的立委蔣萬安 呼籲中央嚴禮啟動在宅照護 全台疫情延燒 黃珊珊蔣萬安接力問中央防疫方向 圍攻指揮中心指揮官陳時中 可不想因為疫情被邊緣 進行王志涵方伯峰採訪報導 9月20日 國民黨有意角逐步